那么台湾好吃的很多包括便当 很多老外到台湾都觉得台湾的便当非常赞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像是猪排鸡排控肉呢 这些传统的便当都很肥 吃完一个就算101大楼里爬一圈 还是消化不掉 卫生署发表了一个调查指数 以一个体重60公斤的上班族来说 他每天热量需求是1800大卡 但是你很难想象 光是一个炸鸡腿便当就占了1300卡 盖子掀开大只炸鸡腿三尾扑鼻 看的人口水直流 但其实这一个便当热量相当惊人 真的不夸张 只要你是体重60公斤 平常没有在运动的上班族 如果一天吃一个炸鸡腿便当 一年下来就胖了将近33公斤 国民厂长局调查 有七成上班族午餐都是吃便当 票选最受欢迎的口味 炸鸡腿便当热量高达1300大卡 第二名炸鸡排便当1000大卡 就连控肉便当也有900大卡 吃下多的热量 爬完整栋101大楼都还不能消耗 平行体重60公斤的上班族 如果平常少运动 一天建议摄取热量 只有一千八百大卡 吃下一千多大卡的便当 就已经是两餐的热量 如果再配上一杯含糖饮料 每天下来最后就会变成肥嘟嘟 尽量就是选择不要油炸的部分 你可以用卤的或是蒸的或是烤的 这些东西都可以把油量降下来 有专家说一千多卡当一餐 只适合给被老虎追着跑的猎人 上班族每天最爱的美味便当 真的不能没有节制 中文字幕志愿者 胡佳珍 台北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